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我们这种年纪小时候 大家一定都玩过机器人 但是你大概很难想象说 有一天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头 机器人即将会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力量 未来整个全世界的经济跟科技的发展 当然是要朝一个人工智慧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主流 而这中间一个很核心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机器人 那么机器人并不是像我们传统所想象的 就是好像一个人一样的机器人 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形态 小到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家里面 就已经使用了所谓的自动的吸尘器 吸尘器机器人 它虽然长得只是一个圆盘形的 它就是一个机器人 所以其实现在在我们生活已经用到了 未来譬如说无人车 它其实也是一种机器人的概念 或者是说无人飞机 它其实也是一种机器人的概念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说很多无人工厂 那我前两天看那个电视 它还有那个行李箱 它其实也是一种机器人 就是说它是一个智慧的行李箱 这行李箱自己会走 你不用提啊很累啊 然后它自己会 反正呢它就很厉害就对了啦 然后现在有一些餐厅 像我看大陆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餐厅 它就是机器人点餐跟送餐 这也是一种机器人 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呢 就是呢 可以放在自己家里面厨房 应该是英国人发明的 它其实是一个机器手臂的概念 可是它可以做出跟五星级主厨 一样的好吃的食物 就是它那个menu是固定的嘛 这也是一种机器人 机器人无所不在 大家也都听郭董讲了很多年 说要无人工厂 无人工厂那是谁做工呢 就是机器人 所以机器人这件事情 现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在炒一粒一休的时候 很多人就讲说不用再炒啦 以后就是都机器人做啦 所以也是不是就没有劳工了呢 那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会被取代了吗 然后我们的生活形态都会改变了吗 那台湾呢 究竟呢 有没有办法自己制造出机器人呢 机器人未来会不会变成是一种新的产业 就是机器人去当劳工 然后我们来盖机器人 好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来资测会的产业情报研究所 MIC研究所的产业顾问主任 洪春辉洪顾问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机器人产业这件事情 好 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机器人现在讲讲讲讲 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研发的 阶段了 当然还很多的能量 现在还放在研发上面 可是其实在应用上面 已经相当的有一定程度了 对不对 确实 跟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分享 在MIC的调查里面 我们其实确实看到 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机器人慢慢的已经形成一种产业 那已经从研发的实验室的阶段 已经开始进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 甚至进到了我们的工业生产体系里面 那陈如刚刚主持人所谈到的 目前的机器人 一般我们把它分类 就基本上有两大类 那第一类 我们就是常见的工业型的机器人 也就是我们用在制造业 用在工厂当中 他很多的机械手备 很多的自动检测的这些仪器 那很多里面这边都用到了 这些机器人相关人工智慧 有关的一些应用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见的 像服务型机器人 那这服务型机器人 其实种类就非常多 根据我们同仁的统计 这个种类的这个类别数 其实是上万种的 那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些分类来看的话 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在家庭里面用的 我们叫家用型的机器人 那另外一种呢 是专业用的机器人 那家庭用的机器人 就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一些 扫地机器人 那扫地机器人 还有分成很聪明的 超好用 我觉得超好用 对 但还有一些不是很聪明的 那这里面都有 那甚至呢 家里面还有一些娱乐型的机器人 我们在很多的群众募资网站上面看到 他们最近有一些新的很多的概念 甚至包括 如果各位听过像Amazon的Echo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可以跟你对谈的一个机器 有点像是家用版的Siri 在Apple用的这个家用版的Siri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Echo呢 就可以做很多的指令 很多的动作 一不小心呢就会有很多这个网路购物的东西 多讲几句就通通送到家里来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机器人 那甚至我们应该谈到这个高龄照护的时候 有很多像包括日本现在在研发这种照护用的机器人 它不见得是一个真的人的形态 它可能是一个辅具 那这边可以协助做老人的照护 因为我们常看到未来可能是年轻的老人 要照顾年老的老人 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因为照顾年老的老人 年轻的老人就受伤了 那我们有这些辅具可以来协助他们 辅助的工具来协助 我看之前也有那个医院用的嘛 这种医疗型的机器人 对 比如说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它就是运输很多的这个医疗用品 那你就不需要再请一个护士在那边 没错 推来推去嘛 对我们就看过台湾的厂商也有在研发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护理站里面所运用的这些机器人 它会跟着这个护士走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问题都要处理了 议题要处理 比如说它不能走太快 比如说它看到的这些障碍物 它要能够转弯或是刹车 这些都是人工智慧有关的技术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专业用的机器人 这些专业用可能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国防 用在物流 用在农业 用在刚刚提到的医疗 甚至建筑里面限制检测 维修 救灾安全 等等 这里面都有很多机器人应用的空间 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要救灾的时候 对 那人不方便进去 人不容易进去 如果有一个机器人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他可以进到这个救灾的现场 他可以去处理 他起码可以找到 哪里有伤者 对 他比较容易去找到 对 甚至可以做初步的处理 对 因为这当发生火灾 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 这些机器人 比较消防员要进火场多危险 可是如果机器人进去 他就不怕被火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 有很多这一些新形态的 这些机器人都在发展当中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见的是 机器战警 机器人当警察 不就机器战警吗 确实 对不对 就是机器狗啊 就是可以 那个企图犬 你这样子我们无限的想象 都已经开始不断的在进行了 确实 还有很多像玩具类型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 我们如果看星际大战的话 星际大战里面有很多可爱的机器人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 已经把它做成玩具 那它也可以经过一些城市化的控制 它也可以让这个小朋友 或一般人来使用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机器人这样的概念 确实已经开始大量的应用 逐步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所以在目前这两块 其实不管是工业用的 或是我们谈的服务型的机器人 那我们看到的是 未来都有一定高度成长的潜力 对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无限大的商机 对不对 那么无限大 我们今天要特别请 这个资策会的红春会主任来谈的 就是说这个很大的商机 就目前台湾的应用上面来讲 怎么说 因为我们平常可能 大家比较容易熟悉接触到的 就是郭董的新闻 他希望他能够把他的工厂 变成是无人工厂 甚至于他自己也想要制造 就是可以使用的机器人 那么就台湾来讲 就这部分的产业 我相信也应该有 积极的企图心 想要去研发相关的一些机器人 我们看到 大家可以想到 就是像日本的机器人 都做得很精美 然后还有一些欧美的国家 那么台湾在这块领域上面 发展的如何呢 会不会 你看现在大陆 这个后期直追 那么我们面对的可能的竞争的对手 又是谁 是的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机器人的应用 把它从需求端跟供给端 两个角度来看 那么如果从需求端来看 台湾本来就有很庞大的 这个制造产业 那虽然目前有一些的 这个工厂 特别是跟资通讯有关的 这些产业 它的一些生产 移到大陆去了 但事实上这些都还是 包括像郭董的工厂 都还是 就是以台湾的厂商所拥有的 所以台湾的厂商目前来讲 在全球来说 它当然是应用这个机器人 或我们讲智慧机械 这些概念 这些产品的非常重要的 这个buyer的买家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台湾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 目前我们按照这个排名来看的话 应用机器人 工业用机器人 台湾大概站到全球的排到地 可以排到第六名 排这么前面啊 当然前面几个很大的 包括中国大陆 毫无疑问 包括美国 欧洲 日本等等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那我们排到第六个 我们的需求很高 我们的需求很大 但是呢 可能要问的是 那我们的工厂里面用的是 谁的这些机器手 对那我们跟谁买机器人呢 对有很多 目前如果是工业用的话 主要还是来自于欧洲 美国 日本的这些厂商 我们常见的 我们常讲有这个 四大家族 有不同 其实包括像日本的法纳科 那么包括日本的安川电机 那这些呢 都是目前世界上 这个数一数二的大厂 那我们常见常听的 甚至包括瑞士的ABB 那这一些厂商 那其实都是目前主力 在做工业用的这些 机器人的重点厂商 那只是说 以台湾包括像 我们的这个供应链里面 其实有很多 对这方面机器人的需求 工业用机器人的需求 因此我们也看到 台湾的包括鸿海 包括上银等等 这些厂商 目前也很积极的 投入在机器人的产业当中 那只是说 在过去 因为传统在从工具机的年代 那这一些厂商 这些工业用的 这些机器人的厂商 那他们的这个 所占有的市场 已经相对的比较大 那包括另外像刚刚提到 第四大 刚刚讲到的是 甚至像KUKA 曾经 目前大陆有计划 要去收购他的 这一家公司 那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见 台湾在这个方面 确实如主持人讲的 那我们在一个起步 而且在机器直追的阶段 只是说 确实 大陆非常积极 也想要发展 机器人的产业 特别 而且大陆 他们一旦有了一个国家形 一个国家的方向之后 各个省市 各个城市 都会风起云涌 都开始要去做 这一方面的领域 那我们的观察 过去这一两年 那大陆有很多的城市 目前在发展 他们的产业的时候 也都把机器人 把智慧制造 这样的概念 放到他们的重点领域里面 所以未来机器人这一块 有很高的成长潜力 但确实他也有一定程度的 竞争的强度 因为全世界都在 往这个方向 努力当中 是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工业用的机器人 那更有趣的是 服务型机器人 就我们刚刚讲 在家里面用的 医院用的 在很多不同领域用的 非常多的种类 那这一些领域 目前来讲 坦白说 还没有一个 像刚刚讲 工业用 那么集中的状况 这现在是一个 在非常初期 起步的阶段 所以大家都在进入各种各种创新的ideas 都来自于四面八方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做创新创业的人 甚至一些比较有有 有比较创新想法的公司 比如说像Amazon 比如说像 这个红海等等 这些公司 也都很积极的思考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各位如果看过 pepper 就是那个日本软银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机器人 如果各位在坐飞机的时候 去机场坐飞机 有些航空公司 甚至已经用pepper 来当做他们柜台的门面 当然他其实是一个噱头 目前他还无法取代 完全取代地勤 但是我们就看到 有越来越多 那这些应用出来 那其实pepper 背后的制造商是谁 其实就是我们郭董 他跟他 其实这个大家 在很多地方也都看到 他们就是有合作的关系了 那所以台湾的厂商 其实很多现在也开始布局 在这些服务型的机器人 那比如说像国内的品牌厂商 华硕 也很积极 他在这一次的展览 最近的展览当中 也都推出这些机器人相关的产品 服务型机器人的产品 甚至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这个在家里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里面 台湾的这个松腾 那其实呢 他已经在全球里面 算是生产量排第二大的公司 是哦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 虽然如果在工业用 还不到这个 这个非常具有市占率的状态 但是在各个领域 各个不同的niche market里面 这些利基型市场里面 我们确实看到台湾的厂商 现在都开始做这方面的布局 那国内其实现在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计划里面 其实也把智慧机械当作是重点领域之一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厂商在这方面的引导之下 我们相信在未来应该也会陆续的投入在这方面的领域 那另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家公司叫三伟 三伟国际 那么他们过去是在做这个 比较多做3D列印有关的产品 但是呢 他最近也开始做机器人 也是做这种服务型的机器人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他们的一些demo 那我们认为台湾的厂商 确实都相当的有潜力 那过去在做这些ICT的业者 做这些自通讯的业者 比如说人保 刚刚提到的鸿海 甚至是和硕华硕 宏基 微星等等这些厂商 我们讲的电子五哥 这一类的厂商 其实都在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布局 对 因为就是说他们有具备基本的能力 是的 往人工智慧发展的 过去的他们的一些经验 他们所累积的这些能力 这应该对于台湾来讲 身为全世界重要的相关的ICT产业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硬硬硬体的生产者 是的 那么事实上应该是台湾 往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利基才对 所以我们应该不会输太多 是的 那怎么样能够展现更大的力道 在机器人这个产业上面能够有更多的发展 不过我想先请教你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工业用的制造业用的机器人 我们的发展比较弱 是服务型的机器人比较好做吗 比较容易吗 我想我们不会讲说 哪一个地方我们的能力比较强 其实我们的能力在各个不论工业用或是这个服务型 大概都有一定的程度 只是说工业用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 它是建立在过去整个生产制造的设备上面的基础 进一步去延伸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大厂 比如说像法纳克 那这些大厂过去他们在做工具机 那我就正想问你说 台湾工具机不是也是很厉害吗 对台湾工具机过去都做得不错 但是呢真的走在前面的 比较高阶的这些产品 那仍然还是日本厂商的天下 那仍然还是一些 对没错 欧洲厂商的天下 所以各位从刚刚我们可以听到说 这些前几大厂 我们讲传统的四大家族 这四个专门在做这些工业用机器人的 其实他们过去大部分也都是在这个工具机方面 在这些生产设备上 没错 他们都是领先的厂商 所以他们是在他们既有的优势上 再进一步去做延伸 尤其是在工厂用的机器人 他其实真正的概念是智慧机械 他用很多机械手背 各种不同的形态 那去辅助整个生产线的生产 那所以在整个生产线的设计里面 他们过去都甚至都有系统整合的能耐 所以他在这里面置入一个机器手背 置入一个机器人的概念的时候 他当然很加轻就熟 很容易的就可以把他相关的设备去放进去 那台湾厂商这个时候要进去 我们过去如果是在工具机领域里面 当然还落后于日本 特别在比较高阶的产品落后于日本 所以当我们再进去的时候 自然你就面对的是这整条的产线里面 我们怎么样切入 要找到不同的角度切入 这是一个问题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上面 刚刚提到如果要做到这个智慧机械 他需要一些四伏马达的技术 他需要控制器的技术 他需要减速器有关的技术 那这些技术过去这些关键零组件甚至感测器 那这些的技术过去也都掌握在这些传统的大厂手上 尤其是应用在工业用 他要求的可靠性 他要求的精准度远高于一般服务型消费性用的这些领域 所以呢他在这一方面 他本来就具有一定的这个领先优势 所以倒不是我们在技术上输给人家太多 而是说他们过去是在自己的这些国际大厂 在既有的优势上去建立他们在机器人方面的领先优势 那我们有没有在机器人产业也帮人家代工啊 这个如果是如果是消费性用的 如果是家用的 其实应该有不少 也都是台湾厂商的代工 代工是有可能 但是呢其实机器人这个最核心的几个关键领域 你刚刚讲的那些 除了那些那些技术之外 那些是硬体有关的技术 但更大一块是在软体 就是主持人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的人工智慧 相关的软体的技术 这才是往后整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最核心 最最关键的那这一块台湾的状况怎么样 台湾现在在人工智慧仍然在发展当中 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到比较大的人工智慧 比较领先的厂商 当然仍然像IBM这些国际的大厂 但是呢好处是说 未来这些机器人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那么有很多不同的次领域的应用 刚刚提到甚至上万种不同形态的机器人 所以这里面比较不容易出现 某一个大厂就完全的主宰 整块的市场 所以对我们的厂商来讲 它是容易找到不同小的利基型的切入点 去做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机器人的产业 拉开来从工业用的 从这个专业 这个服务型的 那以及我们从它的上中下游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整个打开来 其实台湾仍然有很多切入的空间 那只是说这里面做机器人最难最难的事情 其实是整合 整合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谈 那怎么样台湾能够整合 使得一加一大于二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郑立文 在我们今天礼拜三经济大趋势里面 要跟大家来探讨的是机器人这项未来的产业 在我们现场是资测会MIC产业顾问兼主任 洪春辉 洪主任 那么刚刚提到就是说 因为你机器人有这种在制造业的 工业用的 也有那种服务型的 就一般的我们各种的生活起居商业用途的都有 然后你机器人的制造 当然有硬体有软体的部分 有各种不同的关键性的一些技术 所以您刚提到就是说 当全世界的国家都很积极的在往人工智慧 往机器人这个产业上面冲刺的时候 台湾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利基 我们的基础 那么怎么样把这些不同的技术跟能力 能够整合的话 这样才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是这样吗 确实 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说 台湾过去的这个自通讯产业 以自通讯产业为例 我们的厂商非常专长在做这个大量的制造 在很会做这一些标准型的产品 那么也就是我们过去讲 规模经济相关的这些领域 但是到往后机器人的这个厂商 开始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说 机器人未必是有一下子出来 同一个形式就这么庞大的数量 所以说 因为他要因应各种不同的需求 要去做设计 没错 所以要针对客户的需要去做设计 没错 因为特别是他下游的这个下面的下游的工业用这些的需求 非常的多元化 所以甚至他们在整个工厂的这个制程的设计里面 他就会有不同的需求 那必须要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调教 去做改良 这就没有办法大量生产 对 所以这个过去的这种大量生产的模式 比较多用在传统的3C产业 那一旦进到这种专业应用领域 我们叫做垂直应用领域的产业的时候 他需要的事情就不是我们过去常见的这种水平分工的经营模式 那么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厂商 甚至包括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鸿海 这些厂商为什么这么积极的要去做垂直的整合 他们做很多跟上游零组件的整合 甚至跟下游甚至自己要开始去经营一些系统整合 去经营一些品牌 原因就在于说这些垂直应用的领域 他需要很多这一方面垂直整合的功夫 那这些垂直整合的功夫 在台湾来讲我们过去的供应链是长得分散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做软体有做软体的厂商 做assembling做组装的有组装的厂商 做感测做手背做控制器 伺服马达减速器 我们其实把所有的价值链拆开的时候 我们发现台湾都有厂商在做 他是专功能一样 对他在某一项做得很好 比如说做伺服马达 我们看到像东源士林电机他们的马达就做得很好 那么我们看说做这个整机里面 我们整机的厂商也很强 我们做手背也有做手背的厂商 那甚至做IC做晶片做感测器 也都有这方面的业者 各有不同的专长 只是他们都各自服务不同的客户 那么未来我们在做这一方面的这些产业的时候 包括智慧机械这些产业 特别的需要是这种上下游 大家共同的垂直整合 但是这种垂直整合 在国外我们常见的状况就是并购 那就把它买下来 然后大家一起同一家公司就可以做 但这个东西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台湾 有些时候不太容易行得通 因为台湾的厂商很多的时候都还是保有高度的自主性 对他宁可自己经营 但不太愿意是处于这种并购的状态 不愿意卖掉 对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厂商大部分的 大家都想当老板 所以说台湾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就是没有把它全部变成组合成一个大公司 确实 所以我们的厂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或是我们常讲的虚拟垂直整合的方式 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标准或共同的平台上面去co-work 那当然可能必须需要一些大企业来当龙头来带领 然后像是一个旗舰舰队的模式 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垂直整合 而这个还是其中之一 还是硬体产业而已 刚刚提到这里面很重要的是软体 那软体相关的这些应用 否则的话 机器人就是一个模型而已 他不会动 那必须要有各项的软体进去 去协助他去做判断 甚至同样的一个机器人 有不同的软体 他的智慧程度就会差了非常的多 所以未来台湾的产业 如何在软体方面去加值 帮机器人产业去做加值 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些机器人要用在不同的地方 对 那么这些用在 刚刚讲用在医院也好 用在这个流通业也好 用在零售业 物流 各方面的产业也好 每一个产业的domain know-how 每一个产业的领域知识 都不一样 对啊 那么比如说刚刚讲 一开始我们讲 用在工厂里 用在半导体业 半导体有半导体的领域知识 用在像电子五哥的这些 组装制造业 那他有这方面的传统 他的领域知识 甚至我用在传统的制造业 比如说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这些各个不同的领域 他都有自己的领域知识 那么过去我们的资通讯业者 或许我们的工具机业者 那他们都要去服务 比如说资通讯业者好了 比较擅长于服务单一客户 单一属性的客户 但是未来他们必须要去服务 非常多不同属性的客户 各个不同的领域 从工业用的 消费性用的 专业用的 各个不同的设计 他需要很多领域知识 这个才是我们讲 整合另外一个更困难 但更值得 更有附加价值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最近就有个例子 保全业 保全业也可以应用机器人 那保全业的应用机器人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 这些刚刚讲的资通讯 或机器人的厂商 去帮助他们 去做这一方面的设计 但真正懂保全的领域知识的 仍然是保全业 所以我们看到星光保全 他有这方面的投入 他也需要 这些资通讯业者的辅助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医院用的 对 那我们也必须跟医疗医院所合作 对 那了解他们中间会处理这些 医疗用的机器人 辅具的机器人 需要什么东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国际上现在在美国 那他们有一家公司 在做这个手术辅助的机器人 叫达文系 那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他当然需要高度的 跟医疗专业的结合 那其实台湾的医疗水准不差 台湾的这个医疗水准 在亚洲是相当领先的 那我们过去也一直在思考 有没有办法结合台湾的 资通讯机器人有关的产业 然后跟医疗的这些院所 他们的专业知识去做结合 那我们看到包括上营 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动作 也开始去做这方面的投入 所以我们的观察认为说 以现在台湾来讲 那现在也慢慢形成这种氛围 我们的产业在上中下游 甚至到跨领域中间 开始去做各方面多元的尝试 而且你这样就是一个智慧型的医院 你要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 智慧型的政府 智慧型反正以后都是要往这方向去做 然后你还要互通互通物联 对不对 对所以这一方面的领域的这个需求 领域上面的整合需求就会很大 而这里面又会衍生出一些其他的议题 比如说这里面这么多东西连在一起的 这些机器人在这边当中处理这些 这些各样的事物的时候 那当然还有法律道德相关的层面要处理 甚至还包括咨询安全有关的这些资讯 台湾是咨询安全很糟糕的国家 结果看到新闻 就是我们很容易被害就对了 大家都很没有很高度的重视这一块 这里面包含技术的层面 也包含了这个使用者在运用上面的这个层面 台湾人就是讲究方便 对啊 可是其实这个以后安全这个事情会越来越严重 确实 这不只是因为机器人所带出来的 因为你当你生活所有的需要 通通都是可以到云端的时候 都可以都在物联网 都在网上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是的 我们举个像刚刚提到Amazon的Echo 当作一个例子好了 那Amazon的Echo 它其实放在你的家里面 你常常跟他对话 跟他讲很多的事情 然后他会帮你去做很多的交易 做很多的服务的取得 这过程当中其实就有很多各自的问题 对啊 万一他出卖你怎么办 被机器人出卖 也许你自己出卖 但是他如果被嗨 像你刚刚说的 那就突然发现 家里送来了非常多 我们根本没有买的东西 对就会有很多无限的纠纷 很难很难这个去杜绝 所以资讯安全变成是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我回过头来想要请教 就是说您刚刚讲到 整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可以把台湾这个已经非常过去 分工的非常细的 这样子的习惯 形成的产业的生态 要重新变成是一个垂直整合 那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比如说可能需要 比较大的厂商出面当领头 那么在这里头 这个整合的工作 提出这个平台的工作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愿景 要做到其实是要很大的决心跟魄力 这很困难的 那么在这中间 是不是政府应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看或者说其他的国家 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经验呢 目前我们看到 不管是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甚至是美国 那么他们大概都有 这一方面的这个计划 或是说一些国家制定的政策方向 那么他们要投入在机器人相关的领域 而且呢 刚刚讲了 他的应用非常的广泛多元 所以大家也会去 因为这个资源必须要集中 那他才会有政策的力道 所以他们也开始会有不同的这个领域去投入 比如说大陆就很重视在工业用相关的 因为对他来讲 他根本就是世界的工厂 那么其实目前大部分 未来这些机器的守备 工业用机器人的需求 很多都会跑到大陆去 所以呢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政策面向 就会制定在这个方向 然后就鼓励他们的厂商去做 不过当然大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就发现说 现在他们也在谈供给侧改革 那他们也发现说 国家一这样讲的时候 所有城市都跳进去 都在做同一件事 所以我们很担心将来 这个到大陆会有这个机器手背泛滥 到处都有机器手背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也是未来要处理的 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 对我们就要担心 所以我们刚刚讲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厂商 除了在这一方面的领域之外 也可以多思考一些力机型的应用 那包括像日本 日本不用讲了 日本是从很久前就非常热衷于机器人 不过他们现在对于这种 照护相关的一些应用 你像台湾的长照也可以啊 确实 像我在想未来如果发展的好的话 台湾很多的这个制造业里面所用的外劳的工作 是的 还有我们的看护 外籍看护的很多的基础的工作 很可能都会被机器人取代了 没错 对不对 与其说取代甚至呢 它可以是成为一个很好的辅助 那我们想这一些机器人相关的一些应用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issue也要处理 包括像老人家 他在家里面整天看着一个机器手臂 机器人心里也不舒坦 那他还是 其实我们自己家有老人家 老人家需要陪 他是一个机器人siri可以陪伴 可以陪老人家讲话 对对对 以后老人家就跟机器人讲话 就像陪伴狗一样啊 陪伴猫一样 陪伴宠物一样 机器宠物 习惯就好了 我以前小时候看我那个直子 他还很小的时候 十几年前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 现在小朋友不一样 他就牵着滑鼠 有没有 拉着线 把他当宠物一样 拉着滑鼠走 我在想说 我这以后小孩子跟我们的宠物不一样 对所以当然就刚刚提到的 这边有法律层面 人性层面 可能都要进一步去考量 确实会有很多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情境会发生 但我们还有日本是往这方面走 那韩国当然也是以生产相关为主 那美国很有趣 美国很多的技术是从国防出发的 所以他当初在思考机器人的时候 甚至有很多是相对想叫国防应用 为什么因为美国在世界 上战场 没错各地有战场 那他以前派很多的这个部队出去 其实造成这个生命的损伤 所以呢 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工作 他想要透过机器人的方式去强化 去补强 甚至包括像美国最早就在发展无人机 概念也是一样 那他们甚至有一些国家型的一些 这个研究机构像Doppa 那他们就会设计各种不同的program 去鼓励他们的这个厂商也好 学校也好 研究机构也好去投入在这一方面机器人相关领域的研发 那所以他慢慢就形成一个这个研究机器人 研发机器人的风气 那对台湾来说我们认为 现在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 希望去朝智慧机械的产业发展 那我们认为说在往后 其实我们选定了一些我们比较具有利基型 具有发展潜力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常在讲这些智慧机械里面 台湾有很强的半导体业 台湾有很强的资通讯制造业 台湾有很强的工具机产业 那我们如何在这些既有产业的基础上面 去扩大我们在智慧机械的应用 然后再回过头来去带整个产业链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思考 也希望说可以提供一些发展方向的一个做法 OK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在我们现场是资测会MIC产业顾问 洪春辉主任 跟我们今天谈到了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未来AI人工智慧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 那么也会充满在我们的生活起居当中 这中间当然是无限的商机 那么台湾也在积极的想要 这个抢这一块的大饼 而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优势 刚刚说了整合成一个国家队 有可能吗 有人说政府会越帮越忙 是 讲要怎么组成国家队 我想还有很多政策上的议题需要去考量 那有很多的细节 但是我们如果说不谈国家队这么大的理想 那我们谈的是说 那这个产业要怎么样发展到一个台湾具有竞争力的地步 更具有竞争力的地步 那我们的想法就刚刚所提的 那他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上下游的整合 软硬的整合 那这里面当然产业界 他必须有实际的应用 产业有他的领域的这个专业 那可以共同来投入 那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是研发法人之一了 那包括说像资测会也好 像工研院我们这一类的一些研发法人 其实现在都有类似的计划 包括像资测会也投入一些人工智慧 工研院也有这方面的研发 那包括说一些硬体方面的技术的研发 那这样子的这个 他不只是上中下游 跟这个产业中 甚至一业的整合 甚至还包括研发法人 甚至包括学界 我们知道台湾的学校 其实在机器人 在电机电子方面的投入 应该要跟大学紧密的合作 没错 所以与其说 国家队的概念 有时候还有一点模糊 但是我们整个来讲 从产学研三个角度 那共同的去形成一个研发联盟也好 或是针对特定议题 project oriented 就是说以这个特定议题方式 共同去突破一些瓶颈的时候 那确实有机会去发挥到 我们的这个产业的优势 进一步的抢入在这个机器人的应用 那因为其实机器人的应用非常广泛 我们刚刚谈不是只看到 我们想象中的机器手臂而已 也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 好像在店面 好像是一个招牌经营 这样子的领域而已 那我们认为它有其实 很多不同的这个特殊应用 专业应用的空间 那甚至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在天上飞的 在海里飘的 这个很多的无人载具 那都有发展的空间 所以就我们的角度来说 其实台湾未来如果可以形成一个 我们常讲的开放式创新 Open Innovation的这样子的平台 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有机会进一步 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所突破 而且你说像那个车子 它不一定到无人车 你说像这次那个游览车的重大事故 你只要在 它是一个智慧型的车子 当你失速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超速 或者是说你 它事实上它是可以侦测路况的 它其实是可以矫正的 它就可以避免很多的意外事故 像这次的重大的死亡的伤害 它如果这个车子是智慧型的游览车的话 它就可以避免了 是的您说的完全没有错 因为刚刚讲机器人是软硬整合 到最后它是一个硬体的呈现 但事实上有很多robot的概念 它是存在软体当中的 您刚刚提到的概念 我们在目前产业中叫ADOS 叫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那当然这东西因为它也是有成本了 所以说它现在放在很多的一些高级车 我们讲的这些进口房车里面 它已经有这些辅助系统 比较怕死的有钱人 没有啦不是 那比如说它在驾驶要打瞌睡的时候 它就可以侦测到现在驾驶的精神状态 比如说当你今天它有叫做路道偏移的警示系统 它有一些影像侦测就可以侦测出来 不会撞到人啊 对它影像侦测 你现在是不是偏移你的路道 或是速度过快 它可以去自动计算 甚至现在有一些车子已经可以帮你停车 对啊对啊 我们路边停车 如果那个技术不是太好的话 这是有福的 因为它马上就可以透过这个影像侦测 辨识计算之后 它自动帮你去做这个停车的动作 那刚刚提到的 那甚至所以现在 从现在到完全的自动驾驶中间 无人驾驶中间 当然有一个很大的一块 它其实是半自动驾驶 它去协助他们 那其实这背后也是AI 而且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像医院 它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是一般的病房 手术房 复健 照顾 太多了 那如果说你整个医院的系统 变成是一个智慧型的医院的话 我们就变成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这个健保系统 还有我们的医术医疗系统 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如果我们又可以有智慧型的 这个医院的这种整套的 整套的这个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是输出的是这个系统 您说的完全没错 这也是我们最近 也在这几年 我们努力希望跟台湾厂商 一起努力的方向 如果你只是卖一个手背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在整条生产线里面 都是发达科的机台 那你要把一个台湾做的手背 放进去 那后面做的界面整合工作 是非常的庞大 但是如果我们台湾 自己有系统整合的能耐 刚刚讲的包括像医院的系统 我们看的像国道的收费系统 我们看到的像这个 刚刚讲电子化政府的系统 各类的这些系统 其实我们做好整合的时候 它是可以整个做系统的 整合输出 那对台湾的厂商来讲 这里面所具有的附加价值 就会更高 那不管是 甚至像我们看到有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我们看到校园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以后没有教授了 教室 只是侧背 只是教室而已 对 学校的黑板 其实你会看现在小学里面 他们现在有很多那种智慧白板 那很多时候小朋友 比老师还会操作 真的 对 那这一些其实背后有很多台湾厂商 可以投入的空间 那我们其实目前观察台湾的业者 其实也发展得很快 在这里面都陆陆续续 这边应该才是台湾的强项 确实 我觉得这边台湾就有很多很大的潜力了 确实 所以我们当然这个东西需要时间 我们常常觉得很可惜的是说 我们看到很多 不管是媒体也好 或是各界他们呼吁说 台湾要发展某一块系统整合 希望说明年就看到起来 这个是很辛苦的 包括机器人也是一样 我们刚刚讲像美日韩中 他们要花这么多的国家资源 再去扶植机器人相关的产业 绝对不是一年或半年 或是一小段时间而已 那他需要的是长时间 对这一定的 对特别里面 不管是四伏马达 感测器有关的 我们常常听很多研发人讲 这很多东西是十年模一件 要花好长的时间 他才可以做出一个可靠性高 精准度够高的这些产品 那这就需要有些政策的鼓励跟支持了 不然的话 谁要愿意投入 可能是十年的时间 甚至是长时间的 对那就要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起码在研发阶段的时候 这个最孤独跟最艰困的阶段 他能够熬得过去 所以包括为什么研发 反而要投入 也就是去协助企业去分散 他们这一些研发的风险 风险很大 确实 你如果说像一般公务员的话 我马上看到政绩 不然明年没有办法跟立法院交代 这就很难 这种逻辑就很难 对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 其实大家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 就是我们大家体认到这是一个重点的产业 那体认到他需要长时间的投入 那政客 非常谢谢资策会的洪春辉主任 谢谢你今天带来机器人的知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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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